大家好,我是Dan 未婚夫的午餐 凌晨6点包便当的主妇等 有关女性为丈夫准备便当的影片内容 被部分女超网站认为是促进妇权制 并将女性的角色减缩为是丈夫的辅助 而引起了韩网的热烈投论 最近在韩国论坛 标题为制作丈夫午餐的YouTube影片会引发的问题 的贴文引起了热议 在该文章中表示 在未婚夫的午餐影片内容中 除了自发的爱和幸福夫妻的含义之外 还隐藏着其他背景 凌晨5点就起床打开冰箱门 为7点出门的丈夫用各种当季食材制作的便当 实际上是我们熟悉的父权制的一个侧面 发文的网友强调 如果社会认为男性代表工作和尊重 女性代表恒人和诚意 是理想的夫妻模式的话 那么父权主义可能会重新回归到大家的身边 很多人称赞这些妻子是天使或完美的妻子 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自责 自己没有细心照顾丈夫 对厨艺的赞美 可能会把女性局限在好妻子的框架中 并让那些不擅长照顾家庭的女性产生罪恶感 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原因 这位网友最后表示 在今天同工同筹 成为女性劳动权利的主要口号之际 有些影片是夫妻双方都在工作的家庭中 妻子也为丈夫准备便当的内容 这种情况往往被视为是多余的劳动 最终这些内容会透过YouTube传递出错误的讯息 男性接受女性准备的饭菜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导致男性在结婚后 变成大婴儿或大儿子 对家庭照顾和家务劳动一无所知 这篇文章在女潮网站引起了巨大反应 这不就是做饭的奴隶吗 你自己一个人像仆人一样生活吧 这种影片一旦出现在演算法推荐中 我就会给他复评 请你自己像个仆人一样生活吧 看起来真的很烂 这和为拿碎体制制作电影的导演有什么不同 竟然领先宣传父权制 无知的人就算说一百天也不懂 他以为这样会让人嫉妒吗 竟然自愿成为奴仆 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网友们的反应 丈夫不是赚钱的奴隶 妻子也不是做饭的仆人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为之 和相互的体谅与尊重 难道女性包便当就被视为仆人吗 我也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认为凌晨起床为丈夫准备便当 和照顾孩子也是一种能力 每天想菜谱并不容易 而且我身边有几位勤劳的家庭主妇 他们大多思想健康 活跃且乐观 他们总是充满健康的能量 YouTube们并没有强迫大家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 反而那些看着觉得不舒服的人 似乎在强迫他们的不满 为丈夫准备便当就是奴隶吗 那么按这种逻辑 做饭的妈妈不就是奴隶吗 赚钱的爸爸也是奴隶 其实这一切都是出于爱 为了让自己的家庭过得更好 如今不结婚或晚婚的人越来越多 没有孩子的人也在增加 所以很多人的思考停留在个人层面 但是一旦组建家庭 你会发现自己需要做出多少牺牲 并在其中找到快乐和生活的意义 这才是真正成为成年人的标志 但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说实话 如果能够为丈夫准备便当 那丈夫大概是有相当收入的专业人士 所以才会自愿准备便当 不做便当也不需要有受害意识 现实中没有早餐吃的男人更多 毕竟如果男人有能力 女人就会做这些事 说是做饭奴隶的女人只是嫉妒 因为他们遇不到那样的男人 即使拼命工作也赚不到300万 所以他们才会嫉妒 IG上做家务的女人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伺候丈夫本来就是强迫父权主义的内容 感到不舒服才是正常的不是吗 我们社会的父权制问题有多严重的话 妻子做个便当就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 对于林成为丈夫报便当会加强父权制的观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也可以参考虑 剪刀 5 2 5 10 6 7 7